期刊《汽车安全与节能学报》 统计了北京 上海 广州 重庆 济南 这5个城市的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 3556个样本当中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的家庭 只有20.9% 上海最高了 24.6% 欧美 澳大利亚 这些稍微发达点的地方 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 都是超过了90%的 那这些国家的儿童安全座椅 普及率比较高 并不是因为他们国家的人员 数字高观念超前 是因为他们法规定得早 瑞典在1982年 就制定了强制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的法规了 澳大利亚和美国 1985年制定了 不过美国各个州的政策 和处罚力都不太一样 内华达州最严格 如果5岁以下的小孩子 没有用儿童安全座椅 一次抓到500美金 几千块钱人民币了 甚至在婴儿出生之后 要接出医院 必须准备婴儿专用的 儿童安全座椅 否则医院是会拒绝 带婴儿出院的 安全栏有的地方叫做 这种事情 有时候靠自觉 还是真的不太够的 就好比没有老师监督你 是有人好好听网课的 但总有几个人 老师不在 是吧 打游戏去了 刷一盘王子 那老师他也会有 监督不利的地方 他只能监督你 有没有睡觉 有没有在上网课 但是你上的好不好 他其实也不清楚的 对吧 那我们回到美国来讲 他法规是比较严格了 老师是在了 但是美国人的 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错误使用率达到了72.6% 所以说 这不是安全意识 他懂不懂的问题 就是你得用 你得用 规定要用 那我用 是这么个情况 那么对比中国的话 是没有法规的 他没有说要求全面普及 儿童安全座椅 只有一些部分地方性的 这种条例 说你应当鼓励 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你比如说我开头说的 上海2014年实施的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第7条规定 未满12周岁的孩子 不能坐副驾驶 未满4周岁的孩子 乘坐乘用车呢 是要配儿童安全座椅的 那虽然上海的条例 没说要罚款 但也是让上海的 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呢 变成了全国第一 毕竟是有文件了 官方说了一下 对不对 所以说 儿童安全座椅要普及 最有效的办法 还是完善法规 官方发言 那么 国内没什么人 装儿童安全座椅呢 是因为部分人 有侥幸心理觉得 这种倒霉的事情 不会由我碰上嘛 毕竟还有一些 爷爷奶奶背的 觉得我坐在后排中间 我抱个孩子 没问题的 其实刹车一刹 孩子都要飞出去的 决策中的侥幸心理 及其脑机制研究上面讲 对侥幸心理的 它是这么个描述 对负面概率事件的发生 倾向于低谷 而对正面概率事件的发生 倾向于高谷 从而做出了一个 不领心的这种决策 简单讲 对你有好处的事情 你就觉得难发生 难发生 明天就种彩票 觉得不会发生的事情 不发生不发生 明天不上课 差不多就这种感觉 上课偷偷玩手机 偷偷睡觉 老师你看不到我 我上班的时候 在我边上放了一块画 把我自己画起来 我躲在后面睡觉 人家都认不出来 我哪有这种事情 都被排下来 放到网上去了 而且目前来看 国内没什么人 装儿童安全座椅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产品本身 它的质量 称次不起 2019年10月份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 检查了5家电商平台 一共58个儿童安全座椅 14个不合格 不合格达到24%了 而且不合格的项目 是3C认证中的 动态试验和燃烧试验 那这个动态试验 简单说 就是你发生事故了 这儿童安全座椅 能不能约束住 保护住这个小孩子 和安全带 安全气囊的效果 是一样的 燃烧试验 这听听名字就知道了 车子起火之后 儿童安全座椅 能不能阻燃 或者说是减缓燃烧 结果测试当中 它还会加速燃烧 这就好比 你明明是为了安全 还戴了个头盔 结果这个头盔里面 反面都是 这种大头钉的钉子 搓在里面的 你一撞 这个大头钉 就搓到额头里面去了 那还是不要头盔了 这么吓人 那么这个儿童安全座椅 到底重不重要呢 他们好像 生产起来都乱来乱的 可以是这样说 你只要认为 安全带 安全气囊 安全头枕 这些是有用并且重要的 那么儿童安全座椅 就和他们是一样级别的 这个东西 大人要戴大头盔 小孩要戴小头盔 是吧 那么美国又来了 IHS 那个特别严厉的 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它有做了个统计 这普及了 儿童安全座椅之后 2018年乘用车 13岁以下的成员死亡人数 比1975年 降低了54% 这对3岁以下的孩子 效果更明显了 2018年 比1975年死亡率 下降70% 美国NHTSA有个数据 儿童安全座椅 就让8325名儿童 避免死亡 救下来快上万条人命了 那儿童安全座椅 之所以这么重要 就是因为 这小孩子他比较脆弱 用来保护 大人的车内约束系统 如果用到小孩子上 有可能适得其反了 湖南大学硕士论文 智能儿童安全座椅的结构 与安全性研究上面讲 这儿童成员和成人成员 生理差距大 这孩子儿童的这个头部 占身体的比重是比较大 这个儿童的这个颅骨 颈部 它是比较柔软的 在事故中就容易发生变形 而且胸部和脊椎弹性 都比成人要大 那这些部分就有可能 产生更大的胃移 就容易产生脱臼这种情况 简单的讲 全身没发育好 骨头还没长硬 软软的 头又比较大 头重脚轻的这种感觉 你用了大人安全系统 快一下就扭了 快一下就 安全带就勒进去了 把自己给勒死了 就是很危险 所以说小孩子 还要用小孩子专用的 那么虽然目前现在 这个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率 不算是很高 但是越来越多的车企 测试机构 消费者朋友们 都是开始重视儿童安全座椅了 你比如说CNCAP 2014年 就开始进行儿童安全座椅测试了 时间上是不如IHS 或者是ADAC 就德国那个 是晚了点 那么也已经测了300多款了 那从测试的难度上来看 它倒也没有继承五星批发部的 这么一个传统 大致翻了一下 获得优和优加评分的产品 寥寥无几 还算比较严 那近几年 这消费者朋友们和厂家之间 对儿童安全座椅的这个重视程度 也是不断的提升 2018年国内 儿童安全座椅的销量 284万 还真不少了 已经比2014年的94万 多了两倍了 对吧 而且在一些新的车型上面 它是本身有可能 它就自己带了 那个儿童安全座椅了 那总的来说呢 国内儿童安全座椅 没什么人用 国外用的很多 不是因为安全素质的问题 是国内法规的强制性要求 还没有普及到 市场监管还不够严格 有些人呢 还存在侥幸心理 但是儿童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呢 的确也是不容忽视 正确合理的使用 真的是可以救人一命的 毕竟孩子都是家里的宝 都是皇上 都是最重要的 你开车你有安全带 你骑摩托车你有头盔 孩子没有的 裸奔的 这个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靠谱的安全座椅 你买的时候 也许觉得有点贵 你放的时候 觉得有点麻烦 但是出事的时候 你觉得还好有保护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 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